用成功证当地的旗鱼制作成XO酱 还有用在地的洛神来与包心白菜搭配 制作成新的口味叫做洛神泡菜 消费者相当的喜爱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吃下去的那个感觉 有那个有点酸酸然后辣辣的味道这样子 有那种洛神花的味道 洛神泡菜吃起来口感酸酸辣辣 白菜很有脆劲 另外这款用东海岸秋冬盛产的新鲜旗鱼 来制作出的XO酱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好特别喔 它的鱼肉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有的那个XO酱很硬 它不会 它就还保有那个韧度然后软软的 然后吃起来又Q蛮好吃 然后带一点微辣 然后咬久了会一个龟肝然后很香的感觉 这次的春节礼盒特别搭配了黑毛咸猪肉 以及自制的手工蜡肠 不论是内容跟包装都相当的喜气 今年的话我们就是出了我们的老爷大四席礼盒 然后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就是台东的在地食材 然后还有我们在地公民然后研发我们的产品 再来就是我们就是洛神花 用洛神花下去研发我们的手工的泡菜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地的旗鱼 盛产的旗鱼去做我们的干贝XO酱 业者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春节礼盒中 提供给顾客优质的感受 不管是自己享用或者是赠送给亲朋好友品尝 应该都不是面子 东台宣传部政府林婉珍在资本的采访报道